电视剧上时即将迎来大结局 在大结局前夕 一向心真口快的吴才人终于按捺不住 向皇后和姚子金发难了 利用袁琪和苏月华的手 想要同时去掉两个挡了他路的女人 让自己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吴才人一开始出现在剧中的时候 给人一种心直口快 仗义直言的形象 让人觉得他既可爱又可恨 本来以为他是老师本分不挑适的主 没想到他的算计比苏月华还狠 一出手便差点要了姚子金的小命 姚子金如今到了风口浪尖的地步 在宫中不但有朱瞻基的宠爱 还有张太后的呵护 可谓是风光无限 就连服侍朱瞻基的元旗都开始嫉妒了 试图在张太后面前挑拨姚子金的不是 没想到他的一席话 反而成全了姚子金 张太后让姚子金同管后宫 吴才人一直都看不顺眼姚子金 认为姚子金何德 何能让朱瞻基宠冠后宫 现在更是看不顺眼的姚子金了 他凭什么代替皇后管理后官 多次想让张太后惩治姚子金都未能如愿 自己还因此受到了太后的惩罚 从而一直怀恨在心 通过各方面的取证 吴才人将手伸到了元旗的身上 将元旗利用宫廷采买的旗号 私自派人在广东横征暴敛 掠夺民财的事情作为要挟 让元旗为他所用 这还不够 吴才人还专程挑拨了一项与姚子金 不对付的苏月华 让苏月华对姚子金有所行动 朱瞻基高烧不退 姚子金在身边伺候 元旗想起了吴才人所说的话 要是陛下知道了你所做的事 你必然头落地 因此元旗害怕了起来 准备在朱瞻基的茶水中下毒 却被前后出现的英子平和阿金给破坏了 从而未能如愿 吴才人并没就此放弃 反而在胡善祥给猫治病后 从中大做文章 朱瞻基在姚子金的照顾下 身体已经恢复 忙活了一天的姚子金 回到自己宫中 侍女阿金很心疼她 正和姚子金商量传善 皇后准备给隔宫的素食 在这个时候送上门 本来没什么胃口的姚子金 打算就请了 看着端上桌的素食 顿时来了胃口 索性吃了起来 原本吃得很开心 可突然就不好了 姚子金忽然病重 昏迷不醒 朱瞻基让元旗叫来了皇后 怪皇后擅作主张 不但害了自己 现在还害了姚子金 要将皇后禁足在宫中 没有她的命令 不许皇后踏出宫门半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殷子平也难掏闲戏 她作为上识局的上识 必须对所有的食材负责 姚子金中毒 虽不是她所为 可毕竟是她管理上出了纰漏 皇后被冤枉 非同小事 必须进行调查 殷子平将皇后 给猫治病的前因后果 如实禀告张太后 认为皇后定然是被人冤枉的 凶手应该是其他人 当然 殷子平的这一猜测是没错的 苏月华所要对付的人 就是她殷子平 因为苏月华认为 是殷子平抢走了她的上识之位 只要殷子平倒台 她便能顺利成为上识 只是 苏月华没想到 自己没能扳倒殷子平 反而还让皇后成了主使 张太后必然会对整件事情 进行调查 苏月华明明有好多条路可以走 可她愣是死性不改 仅凭无才人的几句话 就要对姚子平动手 最终害人害己 曾经犯错 还有孟子云替她扛着 那么这一次又有谁来为她抗呢 可见 她的结局已经注定 姚子平哪怕心肠再好 也无法容忍她一再犯错 待真相大白后 苏月华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 什么也没有得到 很过分 嗯 嗯